全球疫情迅速蔓延的警讯 与反复延烧的感染人数 时刻提醒着这场战役的严峻 更传递着公共卫生的重要性 警醒世人的同时坚定了孙永正及李冠伟 投身并美防治的决心 背起名为专业的行囊昂首前行 我跟冠伟先生 我们秉持着专业的服务性 思考着如何维护着公共环境卫生的问题 我大概入行差不多15年了 服务的一些厂区有绿建筑 或者是一些HACCP关于食安的相关法规 甚至于会有一些要事法规定 需要遵守 大部分的环境其实是很容易 跟我们的并美防治相冲突的 因为有可能他们厂区会有人员 或车辆的移动 所以其实我们通常要到现场 进行一方评估跟勘察 规划最好的位置 进行一些防治设备的安装 既可以达成防治效果 又能够符合法规的规范 团队期望成为民众生活的保护伞 以符合国际病美防治的标准 坚守环境永续与人体健康两大原则 进行病毒足迹的追踪 达到溯源除根的效果 我们就会选择最安全 对人体最无害 对环境最保护的要紧 进行防治 一般民众常常会问我们 在施工的时候 他们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 如果您家里有呼吸道疾病的长者 或者是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 甚至于宠物 还有水族生物 请您在我们施工的时候 移除现场 施工完毕之后呢 我们会建议屋主 大概30分钟后 再回到现场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里面的气味 跟灭菌作业的效果 都已经完成了 团队缜密 高效 专业 时刻关注 国际病美防治资讯 让我国防治水平 与世界接轨 同时配合 HACCP ISO 及绿建筑等国际规范 坚持以温和不伤害环境 与人体健康的方式 深入住家 商场 公司行号等地 给予全方位的守护 大多数的商业场所 好比购物中心 百货 餐饮店 或者是一些 办公室商办场所等等 更注重环境的安全 在环境的回复上 来做一些定期的空间灭菌作业 就好比 而大值的ATD买货公司好的 他们也非常注重灭菌 在虫属害的防治 更是每个月 与高频率的次数进行着防治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客户 都这么的努力 在维护他们的环境时 也会全力以赴 将他们的环境 维持到最好的状态 不放过任何病虫 细菌躲藏的角落 从源头进行专业防治规划 及时改善 同时教导民众新的防治观念 从抽象思维到具体行动 为环境安全做把关 达到防护与健康双赢的成果 民众很容易因为有食物的残渣 或者是处于遗漏或忘记 去做清洁的动作 所以会导致于很多的病没蚊虫之身 保持干净才能有效的去杜绝这些冲害 针对这两三年来 因为COVID-19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去寻找到 去破坏病毒的这个药剂 那不论是针对住家 或者是办公室 或者是工厂这类 我们会去用药剂做空间喷洒的动作 可以弥漫在整个室内空间 沾染到不管是桌子椅子地面 这些的物品上 就可以去杜绝病毒的危害 团队心怀对服务的热忱 及对专业的执着 持续以国际等级的防治流程 在病美防治的道路上负重前行 期盼能创造低密度病虫害的环境 为民众带来岁月静好的安心与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